一键完成,按下去全部都做完了,不过那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而且其实比较复杂的动作绝对不是一次就做完了 通常是你可能要切割 切割成好几个部分,逐一的把它完成 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很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的逻辑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做不出来的原因 其实不是他做不出来 而是 他 怎么讲,野心太大了 而且他逻辑不清楚 他根本自己要做什么,他还没有 清楚了解说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他有时候其实他会,但是他因为他逻辑不清楚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的答案 有的时候你要先知道到底你要做什么 那这个做什么的动作你要去思考说你曾经学过什么函数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那你就用那些函数,如果不行 那也许当然就是去思索说 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 目前看起来用VBA应该是最 最好的 那当然怎么做 我想我们接下来看 第一个 我们如果说要产生 假设第一个 我这边已经有 这一天日期 那如果其他天日期的话 当然我们这边有提示用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 E-Day 那E-Day 特别只有 我是建议你慢慢要熟悉 就是说 哪个函数 给你之后 第一个他作用 为什么用E-Day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E-Day 他这个函数主要是什么 哪一天 间隔几个月 那如果说这一天间隔一个月 1月1号间隔一个月不就2月1号 然后2月1号跟 3月1号又间隔一个月嘛 4月1号又间隔一个月 所以如果我们用E-Day的话呢按确定 给他一个Start Day 间隔几个月 间隔一个月 1月1号 间隔一个月 那就2月1号嘛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向右填满 那向右填满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向右填满 向右的话呢 蓝数会改变 所以A蓝会变成B蓝 B蓝会变成C蓝 那还是间隔一个月 所以 A蓝变B蓝的时候呢 那不就是这个会参考到前面一个月份 然后相差一个月 那不就是2月1号的下一个月的意思 那又间隔一个月 那不就 那个3月1号的一个月之后 以此类推 我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好把它向右填满 然后呢宽度不足的 你可以把这个选起来常用里面有一个格式 自动调整蓝宽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每一个月 就出来了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不用E-Day 有没有办法 其他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函数可以达到呢 其实前面有讲过嘛 用那个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比较麻烦的方式 还记得吧 用那个 假设 我们不用E-Day 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不用E-Day 可能你就是要先 再插入一个函数 D值函数 你们还记得吧 D值函数呢 那E-E-E的话 一样是 前面 所以要根据前面 那记得就是这个地方要用 叫 E-E-E 刮胡 取前面的年 2015 假设 2015 曼时的话呢 也是去取什么 前面的日期 但是外面要包一个曼时 前 有没有 但是1月要变2月 所以加什么 加1 对不对 然后day的话呢 也是抓前面的day 所以呢 加一个day DAY 所以YMD函数 一定要包啦 如果你没有包的话呢 它就会 抓过来的东西 不是年 也不是月 也不是整年 所以就不对 必须用这个YMD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诶 就可以是2月1号 但是问题来了 你向右填满的时候 怎么样让它可以 自动怎么样 帮你加1 因为你现在向右填满的话 不会啦 它会 我看 向右填满会不会 应该 抓下一个月 我看一下 可以 因为你什么 A会变成B 有没有 所以向右填满的话呢 它变B2 那如果你又在向右填满的话呢 它变成C 所以又可以抓到 前一个 月份的1号的日期 所以有两种做法 我这边 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一个是用E day函数 另外的话呢 你还可以用 可是第2个方法 第2个方法稍微 比较麻烦一点点 它是用 Day 再加上那个YMD Day再加YMD 然后呢 抓前面的日期 那因为我们向右填满 所以A会变成B B会变成C 那这边把它一样加1 所以就会 刚好 把前一个 储存格加了一个月份 所以这个地方是加了一个月份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每个月 的第1天 先做出来了 所以 这应该没问题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每个月的第1天 所以有两种做法 也许你们可以 试试看 第2个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 产生每个月 第1天之后 那它底下的 其他天数怎么办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一天 那因为我前面讲过 其实日期里面 储存在 ECL里面 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跟1900年的 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所以这个数字 如果你把它加了1的话 它就会帮你加一天 1月1号 变1月2号 那打勾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 ECL也蛮 人性化的 它会顺便帮你把上面的格式 帮你把它复制下来 所以呢打勾理论上应该是数字 显示在上面 可是它不会 它会顺便帮你把上面的格式 就是 那个 年月日 打勾 有没有 变1月2号 所以上面日期加一天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怎么样 我刚刚讲过 列号 就是A2会变A3 对不对 所以相对的就是 又抓上面日期 又抓上面日期 所以把它向下填满 到32 一整个月 就出来了 1月2号 一直到 1月31号 全部就做出来 但是呢 如果你要向右 我希望 向下 向右 一次完成 OK 一次完成 那一次完成 有没有办法 我们向右 先向右一个月好了 第1个就遇到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这边 有没有 多了 3月份 3月份应该放上面 可是它却出现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会发现 2月 再来 反正就30天 会多一个 下个月的第1天 那我不希望 这个出现的话 那怎么办呢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可能需要 思考的点 这里的话 当然你想说 最简单的方法 3天 我不行吗 算是 是 可以啦 可是我们不是要这样做啦 我们是希望 因为如果 这就变成说 好像差了一个 虽然 因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做几次呢 你比如说向下的填满之后 那你要变成说12个月份 那每一个月份 其实下面都有啊 像 这个就有嘛 这个也有啊 有没有 这个 有没有 每个月 就是 大概 30天的 或28天的 这边都有 所以变成你要 这样删 其实 会 不是那么的完整啦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 最好是可以 向下 向右 不需要删除 就可以自动不见的话 那会是最好的 可是要怎么样达到 我们这样的 这个需求 其实 特别注意啦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 要用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其实关键就是你要去推理啦 其实很多 很多的练习题啊 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出那个结果 其实就是我去思考 到底用什么方式 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 那你就要马上可以联想说 这个 跟这个不一样 有没有 那如果这个跟这个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不要让他出现 所以好如果 这就是一种 我们需要学的能力 就是可以把一个逻辑 转变成 那个公式 或者VBA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相信你在职场上面应该可以 可以 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因为 每个地方 只要有你在 哇 感觉好像 就稳了 对不对 这感觉有没有 如果你在一个职场上 让人家感觉就是非常放心的话 有你 真好 那种感觉 那表示你在那个职场上 就 应该我相信 应该会 日子还过得还蛮好的 OK 其实我 好像在任何地方 大家就会跟我讲说 我不管在哪个 哪个地方工作 人家会觉得 大部分都会说 你让人家感觉很稳定 那他感觉很有安全感 有你在 这个单位真好 所有问题都被你解决光了 对 那当然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愉快 OK 那 接下来刚刚那个问题 第1个 你必须要知道几个函数 两个比较 所以需要一个什么 一幅 对不对 如果 这两个不一样 那里面不一样 第2个你可能需要第2个函数 这什么不一样 月份不一样 所以你要需要知道第2个函数 叫做曼斯 对不对 如果两个不一样 第3个把他删除 删除的话是什么 空置串 还记得吧 让他清空 OK 所以要怎么样把 这三个东西 跟这边 做连结 让他消失 OK 应该 想想看吧 如果这部分 你如果 所以这要动脑筋 很多地方其实 也是一种训练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就是 让你去训练 能够做出以后反正一个问题 马上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每个月都可以 可以产生 底下就不要有东西 不用用手动删的 那再来后面 我们还有礼拜六礼拜天 我需要给不同的格式 那如果 礼拜六礼拜天 给不同格式 如果你要手动去加的话 要很花时间 所以我们 有没有什么方式 快速的帮我把礼拜六礼拜天变成不同的颜色 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产生每个月的 2月到12月的第1天 然后在产生底下的那个日期部分 那 产生每个月的第1天你除了用E-Day函数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前面讲过用Date加YMD函数